好的 那么这个土炭是好的意思 它是一个有韵味的 所以加这个儿 后面叫什么呢 脱钥有大 我们再来读一遍 每日配食物和野食等 固有的食物 这样的一个例句了 那我们看一下第二个问题 加说 那么 앞으로和以后和物价 会不会这个下降呢 那么那说 这个油价都上涨了 那么物价是不可能 什么呢 是不可能上升的 是不可能下降的 怎么说呢 油价が売ら는데 物价是不可能下降的 那么物价が 내리だ 내리だ呢是一个动词 那么它是一个没有韵味的 所以我们加这个儿 是不可能下降的 这样的一个意思 所以呢 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讲的 这个第二个这个语法呢 表示呢 不可能会 这样的一个意思 那我们今天讲的第二个语法 是什么呢 这个动词 形容词 名词的后面呢 加这个儿 ge bonada 这个bonada是什么呢 表示呢 显而易见的意思 明明显显 明明白白的意思 那么它呢 可以跟这个动词 和这个名词结合 那么跟动词 和名词结合的时候呢 我们根据它有没有韵味呢 加这个儿 或者是在这个词干的后面 加这个儿 ge bonada 可以这么说 那么也可以加名词 名词在后面加什么呢 ilge bonada 名词后面加这个ida ida呢 后面加这个儿 变成一 ilge bonada 那么跟什么的意思一样呢 跟这个 lge tl-liop da tl-liop代表现呢 不可能错啊 那么这个tl-liop 是错误的意思 那么这个tl-liop 表示错误的名词啊 tl-liop da 不可能错误 表示什么呢 非常的清清楚楚 显而易见 肯定明显 这样的一个含义了 叫 liulge bonada 那么我们来通过这个例句呢 来看一下啊 个人이 个人独 Moscуем이라서 负人 ộм recursos 那么 个人 这个人呢 独独ije aison 独独随 是什么意思呢 是这个 小气鬼的意思啊 那么这个啦 做表示原因的 因为呢它呢是一个小气鬼 吝啬鬼 所以呢 钱呢不会借给你啊 那么费了住的是表示借给的意思 那么我肯定是不会借给你的啊 那么 是非常的显而易见的 显然呢 它是不可能借给你的 这样的意思啊 那我们再来读一遍 那么第二句话呢 那么她是什么呢 那么她是什么呢 啊是表示原因的 因为呢 她是有这个男朋友的 所以呢 这个呢是以前我们讲过的一个语法了 阿尔巴扎表示呢 就算什么什么呢 也没有用这样的意思啊 那么就算是你告白了 也怎么样呢 也会受到拒绝的 那么 可遥的谈哈达 谈哈达的表示呢 受到啊 遭到的意思 那么谈哈达 哈达呢是一个什么呢 一个啊 没有韵语的 所以呢 哈尔给 保语的 是非常显而易见的 你一定会遭到拒绝的 这样的一个意思了 那我们再来读一遍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第二个语法了 表示呢 显而易见的 明显的意思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练习啊 第一个怎么说呢 政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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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想啊 把这个没有 被鉴定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呢 要实施的话呢 国民的反驳 那么呢 他一定会收到这个国民的反驳啊 反驳呢 是反驳的意思 那么 反驳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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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撒打啊 撒打是买的意思啊 那么这里是什么呢 收到的意思啊 那么收到 国民的这个反驳呢 是非常明显的 为什么呢 这个政策呢 都没有 这个被鉴定好 就出台的话 那么是很容易受到 这个国民的反驳的 这样的一个意思啊 那么这个撒打呢 是没有这个韵伪的 所以我们后面加什么呢 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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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再来读一遍啊 那么 第二个我们看一下 怎么听啊 成吉都 없는 곳에 成자 제품을 가져가 받자 무용지 무리 怎么样呢 那么成吉都 없는 곳에 连电都没有的地方啊 那么这个成吉呢 是电的意思啊 없는 곳에 没有电的地方呢 成자 제품을 가져가 받자 那么 가져가다表示呢 带去啊 带去这个电子产品的话呢 那么这个 卡다后面加这个 아을박 再表示就算啊 就算呢 你带这个电子产品去的话呢 也会变成这个 无用之物啊 무용지 무리 什么意思啊 没有用的这个物品 무용지 무리 퇴다 퇴게 보나다 무용지 무리 퇴게 보나다 那么这个퇴다呢 是动词 它们它是没有韵味的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 后面加这个离尔 퇴게 보나다 那么甜呢 就可以了 那么今天的两个语法呢 我们掌握了没有呢 那么今天的课程呢 就讲到这里啦 여러분, 다음 시간에 만나요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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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